人家想要三连嘛 现在就想要 我跟你们说说 这两天我都经历了什么 一开始是我还没回来 你说妈妈 你先联系装宽带的人 然后我妈妈就联系了 联系之后呢 那个装宽带的小哥 他就说你们家的密码 我已经给你们设成八个零了 然后我妈就说 我们要设置复杂一点的密码吧 那不然被人家偷网蹭网怎么办 那个电信小哥一脸惊恶 这附近哪有人 他说你放心吧 这附近不会有人的 这不可能有人偷你家网的 这附近除了你 没有人住在这 他说这座山 可能就是只有你们这一家 他说我这一片 我了解清楚的 然后呢 今天那个小哥又来了 来了之后呢 我让他帮我安那个电脑的吗 还有二楼的WiFi 然后他就看到 他说 哎呀他说看你这些设备 还挺高级的 也都没见过 这金色的管子是啥呀 我说这个是水冷管 他说看上去好高级 他说是金的 金子座的吗 因为是金色的吗 然后我就在那忙 你知道吗 我在那拆东西 我说哇 金子座的机箱 我这个时候再跟他们说不是金子座的 是不是就很让他们失望了 然后我就没说什么 我又不是故意装有钱啊 兄弟们 就是我在那拆东西啊 他在那说 哦这个这个这个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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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而已 是这样的 我跟你们说 就是他今天要帮我装宽带 所以他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帮我把宽带那根线连接到电脑上 然后检查一下能不能上网 他们就是要做这个工作 然后他来到我家的时候呢 我还没有开始整理我家里的东西 你们知道我寄快递很多过来这种贵重的物品 我都要是打那种木桩的嘛 就是很多木头条条定在一起 然后我妈今天还在头痛说怎么办 嗯嗯去买那种电锯回来 或者是请工人回来 哎我说我自己想办法 我觉得当女生真的是有好处的 你撒撒娇啊 有些事情就是信手拈来朋友们 然后这个小哥来了之后呢 我就跟他说 小哥我的主机在这里 但是我的显示器还没有拆开 是在这30多个快递当中的一个 你能帮我拆一下吗 嗯 哈哈哈哈哈哈 啊 想想就好笑 哎呀你们听我说吗 然后我就在那里拆东西 然后就全是那种木桩定着的 我说小哥 你觉得这个东西你有办法拆开吗 他扔了一下 我当然有啊 就是那种 嗯 这世界上有什么难得到我的 然后他就掏出一把锤子 我说锤子你可以吗 他说我可以 然后就开始那种碰碰碰 啪啪啪 然后这样翘 然后就把那个木头给全部都拆掉了 然后拆开一看 哦是我的衣服 我说小哥不是这个 我说我今天真好想拆这个 你好厉害哦 你三三三两串 你就给我拆掉一个了 他说还要拆哪个 我帮你拆吧 哎呀 然后我就让他帮我把所有的箱子都拆了 然后你说到巧不巧的还真不是我故意的 兄弟们 拆到最后一个箱子 那个才是显示器 你说这我还真不是故意的 我只是想说 我把显示器找出来之后 我就说我借你的锤子用一下 我是想这样的 可是一直拆到最后 我都没有找到我的显示器 真的 只有拆到最后一个 啊我说找到了找到了 好好好 然后就搬上去 然后就弄上 哎 这小哥人也是挺好的 然后他也是沉思了一下 然后问了我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要住到这呢 你住在城里不好吗 为什么要住乡下呢 清静 哦 确实 还有我跟你们说 我好倒霉 其实也不是我倒霉了 我昨天点了个外卖 不是外卖吧 就请一个跑腿小哥 然后一开始我找了几个跑腿小哥 他们都不 他们说你这都出贵羊了 这都跑到别的城市去了 然后他们就不来 我说我加点钱嘛 加二十 不来 他说你那太偏僻了 然后我说好嘛 然后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愿意来的 我就说小哥你帮我买一瓶沐浴露吧 然后我没法洗澡 我就一直等着在那洗澡 我就在那等着 我从晚上七点钟就开始等 我好想洗澡啊 然后七点钟就差不多七八点就点了 然后他说 我大概三个小时能给你送到 我说行嘛 我想到晚上顶多十点十一点 我能等到 我就可以洗澡了 然后就等啊等啊等啊等 等到晚上差不多十点过的时候 然后还没有到 我就打开我的这个外卖软件一看 离我他妈还有十几二十公里 这我不生气吗 这我得生气呀 我就问他你咋了 他说你们家这边实在是太偏了 又下雨 又是山路又不好走 搞得我轮胎都爆胎了 他说我差点人都没了 我的天 他打电话给我说我好倒霉 我轮胎都坏了 我现在人站在那个路边 我都没办法 你等一下哈 你再等等 我说那你注意安全啊 还是注意安全吧 他说没事没事 我一会跟同事一起去找你 然后他后面是又等了一个小时 我昨天是十二点半才收到外卖 然后他是骑着他同事的车 就两个人抱在一起 gay的 然后就在我家门口下来了 递给了我一瓶沐浴露 我就说小哥你太辛苦了 真的说你太辛苦了 然后他说没事 我现在要赶快去修车了哈 我说你快去吧快去吧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喵 记得三连哦 哈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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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